各地方都有这样的一个亲子馆的空间 那其实我们就会结合了社区的力量 在这个空间设置跟规划上面 每一间教室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我们就把它设定为不同功能 然后不同属性不同对象 可以来这边运用 你会看到童乐馆 以6岁到12岁为主 这样子的一个童乐空间 你就会看到有科学玩具 然后有图书 然后空间地板空间 所以在设置上面 其实就走向比较贴近 这个时代的小朋友的一些需求 我们家孩子最喜欢参加 他们去年办的烘焙的活动这样子 那其实我前前后后参加了也一年 几乎每个月我们都会来这边 一趟两趟的礼拜六这样子 只要有他们的活动 孩子就会很积极的说 我要参加我要参加 是真的是来这个地方是备受照顾的 不管是爸妈或者是孩子 我觉得来到这个园区 你就是有感受到 他们是真的很用心在照顾你们 不管是爸爸的课程 还是妈妈的课程 还是亲子的课程 讲到这个共同创造这件事情 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园区里面有好几棵大树 就是这个大树因为它是老校的空间去火化运用的 所以我们就保留了这几棵大树 那这几棵大树呢它其实有非常多的功能 就是虽然有生态的功能之外呢 它还有做一个攀树的活动 非常特别的攀树活动 我以前在电视上看过很多的就是徒手爬上去 然后就刚刚好看到有这个活动 就想说好没差反正都是爬树就一起来吧 老师就是说必须得先把大拳头拉上去 之后小拳头再拉上去 要不然你爬不上去 这个环境不会让你觉得说 我就是只是来参加 结束了我就要走 不会这个环境会让你有奔跑的地方 有聚餐的地方 又有一些可以比如说 我们真的带孩子的路上会有一些挫折 你也可以跟这边的馆员聊聊天 或者是在这里交到一些不一样角度的家长 然后来闲聊说 或许是我们看事情的角度真的不一样 我们也很适合来到这个环境里面 花莲是一个很舒服很自在的一个环境 然后我觉得呢大家可以多认识一下这边 不管是大人要身心疗愈一下 或者是小孩要让他奔跑 或者是小孩子可以开创一些我觉得不同的体验 在富佑青创园区这样的一个基地 它其实很适合办大型的市集活动 我们因应各种年节庆 然后寒暑假 原则上面都会有这个相关对应的这个活动 不同的面向来照顾到这个父母跟小孩 它真的是一个很适合富佑 或者是老人到小孩一起来的一个空间 共同创造的一个原地 也要 好